在这个的11月份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要成熟 上个月我们要说到要节果汁 在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必须要成熟 在主里面成熟 成熟并不代表你信主的年岁有多少年 基督徒的成熟也并不代表说你每个星期来教会你就是成熟 基督徒的成熟就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要成长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 就好像一个诞生带到这世上的婴孩一样 我们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样子 甚至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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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三十年 都是还是依然是老样子的 可能在你们当中有些人刚刚信主 可能有些人已经是信主几个月或者是甚至好多年 有些甚至是更多年 有二十年 三十年的时间 不是我们信主多少年才代表我们成熟 是在于我们要如何向主敞开更多 好让神能够塑造我们成为祂要的样式 基督徒的成熟会影响着我们整个全人 就是不管是我们的品格 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生命 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 圣经没有叫我们要论断彼此 但是圣经确的确告诉我们 我们要彼此的来到去照顾彼此的来建立和鼓励 我们要观看彼此如何来到去应该拥有的态度 还有彼此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事奉方式 在这整个十一月 让我们一同来进入这个旅程 这个主题的焦点就是要成熟 然后下个月呢 就会有另外一个的主题焦点呢 来预备我们进入新的一年 今天的主题信息分享是 成熟的基督徒对教会重要吗 重要吗 不管是对上帝 对你和我 甚至是身为牧师的我来说 跟你们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圣经里面有说到 神不要我们成为一个属灵婴孩的教会 当很多年前我们1983年开始这个敬拜堂 一直到今天 不管是在每一年 教会一定要进步 教会一定要进展 教会一定要更好 也包括我们所参与的每一个人 我们一定要一同来成长 我们要一同来成熟 我们可以一同来思考 一同来侍奉 一同来迈向神要我们去的方向 Amen 父啊 我们祷告你来教导我们你的话语 好让我们能够对圣灵 对我们教会所说的话敞开 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奉耶稣的名字我们祷告 Amen 成熟的基督徒是非常重要 对于一个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来说 The same thing when we look at our children as they grow up as they go out to work When we look at them We see whether they still talk and behave the way they still think and behave some years ago 咱们看见渐渐成长的我们的孩子 他到社会工作了 他是否像以前讲话一样呢 They must be different They must be different They must be whom they are today as an adult Whom they are today as a mature person compared to last year 就像是跟过去的年份来比较 他必须要成长成熟成为一个应该又有的成年人的样式 But what is spiritual maturity? 但是什么是属灵成熟呢? What is spiritual maturity? 什么是属灵成熟呢? It is number one Moving beyond the basics of Christian faith 就是要超越最基本的这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要求 Number two Moving towards a life full of devotion to God in all areas 就是要完全地去委身 对神的认识要不断地去增长 If you still want people to feed us 如果你还是要别人去喂养你 If you still don't understand what is water baptism 如果你还是不懂什么是敬礼 If you still don't understand that the need to learn to serve God 如果你还是看不见需要去侍奉神 If you still don't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ithing and paying and giving our tithes and giving our love offering 如果你还不晓得就是给予这个奉献 还有十一奉献的重要性 If you still don't know the basic principle of forgiving 如果你还不晓得这个基本 饶恕人的基本的原则 Loving one another 彼此相爱 Worshiping God 敬拜神 Learn to have a big heart 学习要广大的心胸 Hello To read the Bible And to pray every day 来阅读圣经 要每一天祷告 Or we are still very much involved in gossiping And listen to all this 喊一喊话 You know And allow all these things To control our lives And detect our The way we speak The way we think Then we are still a child We are still a baby Christian 如果我们还是依然活在那种 救我的老我的方式 就在那边闲言闲语 那么我们 就是还是基督徒婴孩 We hear people say something about us We hear a certain center We get angry We get upset We are still a baby Christian 如果我们还是听见 别人对我们所说的评语 还是觉得很愤怒的话 我们还是属灵的婴孩 You know As we are preparing for Last year When we prepare for this year We asked the Lord What is that you want us to Look into And emphasize in our lives 去年当我们在预备 今年所要分享的东西 就是祷告神 你要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 And I wrote down a number of things 就是我已经写下来了 好几个的事项 其中一个事项 就是要成熟 I want to bring you through the Bible 我要你看圣经 In Hebrews 5.13-6.3 在希伯来书5章13节 4.6章3节 这里呢 是讲到呢 这个成熟的基督所 应该要有的部分 Let's read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来读 V.13 says Gen chapter 5 Anyone who lives on milk Being still an infant is not acquainted with the teaching about righteousness 在13节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念 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Amen He said If we are still drinking milk We still want to be fed We still want to be told We still want to be encouraged to do this and do that We still have to be asked to do this and do that Therefore He said We are still like a child 那边说到 就是讲 如果什么事情 都要被鼓励 什么事情 都要吩咐才来做 那么我们 只向是吃奶的婴孩 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看到我们弟兄 我们的姐妹 没有来教会 我们是很自由的 自己打电话给她 Hey 为什么你没有来啊 我很想念你啊 你明白什么吗 哦 有 你看到在地板 有垃圾 地上 地上 你看到你自己 拉起来掉去 丢去 丢去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看到 不一样啊 小孩子会不会 这样做的 哈喽 小孩子会不会 这样做的 不会耶 小孩子会不会 原谅别人的 不会耶 小孩子会 态度行为 不跟成熟的人一样的 圣经里面有讲到 好多关于属灵的成熟 应该要有的部分 可是有时候 我们却必须要被教导 很多 我们才来知道 怎么样成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训练自己 就是要吃更多 就是坚固的食物 就是第十四节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更大更顺的事情 是对于成熟的基督徒来说 才可以一起做的 就是让我们一起的来进入 让我们一起的来迈进 因为成熟的人 就是他们的心窍 习念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小孩子不会的 对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邪恶的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小孩子不会的 以前我的儿子 女儿小小的时候 我常跟他们 不要玩那个什么 佛才 不要玩 他们偏偏要玩 偏偏要玩 偏偏要玩 烧他的手指了 停止玩 我跟他们说 不要动那个被 很热很热很热 偏偏去动 动了还烧着手了 他们学到 成熟的基督徒 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成熟的基督徒 知道什么是美好的 什么是邪恶的 什么是危险的 弟兄姐妹 你们有没有说什么吗 神的话已经跟我们说 成熟的人不一样的 他可以知道 什么是好 什么不是好 什么是对 什么是邪恶的 弟兄姐妹 你和我站姐妹呢 在第六章第一节说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 基督道理的开端 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所以我们应该告诉自己 这个月跟上个月来比较 我应该要有所进步 今年跟去年来比 我要更加的来进步 圣经说 就是说到呢 我们不必再厉 跟基督徒纳 懊悔死刑 信靠神 我们不用再回去 什么是悔改 谁是耶稣基督 或者是我们应该要如何活 我们应该如何行 因为我们心思意念 我们小的应当知道 因为我们应该成熟了 我们不用再用汤子 来再继续地去受喂养 就是在各样的洗礼 有好多人都不知道 洗礼到底是什么 还有就是按手 这里为什么会按手呢 为什么耶稣基督 必须从死里复活 为什么就是 当耶稣被复活的主 再次回来 我们会被提 还有就是圣经里面说到 或者是永远的审判 在这个永恒的国度 第三节说到 神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我不是说到完美主义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更好 可能就是 在五到六个星期里面 我会在一次的中文聚会里面 讲到 也给我有一个机会 从我内心里面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 弟兄姐妹 我们站起来了 我们不要在那边玩泥土了 玩泥沙 我跟他们说 我们要放弃 小孩子的态度 跟上帝说 主啊 我要跟前面跑 我要成长 我要成熟了 Amen 我们要成长 我们要成熟了 神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有多少人 小的神 一直都在等待 我们要成长 Amen Amen 身为基督徒 我们要不断地去成长 要不断地学习 就是信心 我们要对神的认识 要逐渐地成长 我们要对神的认识 要更加地深 我们要更多地理解神 我们要在信心 对神的信心 要增长 不要一点点事情 就失望 一点点事情 就怀疵 一点点事情 就说 神啊 你到底是否是真实的 世界的人 怎么样可以知道 我们的上帝 是真正的上帝 世界的人 怎样可以明白 耶稣基督 是伟大的耶稣基督 他这个能够做奇妙 功者的基督 除了看在你和我的生命 你和我的讲话 在话语上 看到你和我的行为 他们才明白 可以看得到 弟兄姐妹 我们要信一点 多一点 明白 关于我们的上帝 信一点 多一点 学习 在我们信心的生命里 这就是基督徒的成熟 所应该要有的部分 就是要把我们的信心提升 晋升到更高的领域 我们的言行举止 跟往年来比 要跟自己说 我们不要再像往年一样 我们要在 明年的明年 就是要更好 每一年都要去进步 要更好 然后我们就会看见 上帝会我们打开更多的门 然后我们可以为他做更伟大的事 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你是否敢给予你孩子那么做呢 我们都不敢的 对吗 除非就是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 会更加的长大成熟 我们才会给他 加多一点的这个任务 特别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有时候很伤心的一件事 在神的眼中 他看见我们的 还是属灵的婴孩期 我们并不像我们应该成长的方式来成长 有多少个人诚实地说 我们要成长呢 有多少人真的要成长呢 有多少人要看见你孩子长大呢 我们要看见我们孩子长大 同时我们要看见自己要成长 那问题就在于 要如何使灵性能够成长呢 让我来跟你们分享几个的事项 以下是有一些 可以被列入思考的因素 第一 还有就 尾声参与学习的生命 透过查经 你必须要听神的话语 就是透过要阅读圣经 你必须要如此的尾声 好让你可以更深地认识神 更明白神 更知道神 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目的 我们不晓得因为我们没有阅读神的话语 在同样一个里面呢 也说到要和信徒们要有团契 弟兄姐妹 教会不在于只是 星期六周末的聚业 或者是小组聚业 或者是这个祷告会而已 在平时的周日 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可以彼此互相的团契与联系 这就是为何我们每一个月呢 都会有这个的 月尾 会有这个的连接日 好让彼此能够互相的交流团契 所以我们要伟生于读 神的话语 我们要伟生于信徒们的团契 我们必须要伟生 第二 我们必须要习惯每日 透过祷告与神沟通 阅读圣经呢 是允许神向我们说话 但是祷告就是 我们要向神沟通 像神沟通 不是要去列下一系列的祷告 是像 向神沟通呢 就是要与神沟通 好像朋友的一样 来珍惜祂 来到去向祂感恩 说你有多爱祂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来到一个独处 就是安静的时刻 闭上眼睛 在你的内心安静 就是你可以跟神来到去沟通 向神说话 Amen Amen Yeah 第三 学习活出新生命 新样式的生活 是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要去适应 这个基督徒的新的 生命的方式 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些字 言语 我们是不能够 从我们的口中说出的 有些事情 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做的 我们不应该做 Hello 有一些的态度 是不应该要有的 有一些的行为 我们不应该是那么坏的 有一些的关系 我们根本都不应该去参与的 那些我们做生意的手法 还有我们做工的方式 还有我们就是念书的方式 还有我们与人交通的方式 我们必须要改变 我们必须要改变 我们必须要适应一个 新的生活方式 是能够反映基督的生命 当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如此的想 我的言行举止是那么样的 那么信主过后 我就必须要改变 我就不会去参与 那种三姑六婆的 那种闲言闲语的谈话 我也不会对于在后面 来到去论断别人 明白吗 我们必须要适应一个 新的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是不像以前一样了 我们所思考的方式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华人 我也是华人 我是华人 但是不会读华文 华语 有好多的东西 我必须要学习 有时候我必须要重新来学习 有一些人信了主 很多年还是很迷信 是不是 不要做 不要做那个 男生不要在路边那么小便 往上 没有下也不要拿那个遗伤 你这有什么 哈喽 还愿了 不要做这个 不要做那个 哈喽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有耶稣基督徒在我们心里 我们不要信这迷信的东西 我们思想要改变了 明白我什么 讲什么吗 弟兄姐妹 明白什么吗 哈喽 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这样 你先说到 这个是基督徒的迷信 迷信观 不能说你是生病 不能够说你不健康 也是一个的迷失 如果你生病说我真的生病了 但是我相信神能够医治我 有的时候我们不够钱 我够啊 我够啊 不要讲 不要讲 没有钱 为什么啊 我们讲钱就没有信心 弟兄姐妹 我是没有钱 但是我相信我的上帝 能够供应我的需要 Amen 我知道 我记得今天有生病 我要承认我有生病 但是我也承认 我的上帝是我一直者 Amen 不会再乱七乱七乱七 要做Ultraman 弟兄姐妹 听好来 我们必须要适应 要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生命 因为世界的人充满惊怕 因为很多迷信 但是我们说基督徒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 我们有个上帝 控制这个世界 看作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跟他自己说 因为我有上帝 我什么都不怕 Amen 我什么都不怕 如果我们不学习 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世界的人 看作你的生命 看作我的生命 说 你们跟我们 没有什么不一样 对不对 Hello Amen Sometimes we allow things we allow people make our God so small we must te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to the way we live to the way we think 我们的上帝 是一个伟大成人的 全能的上帝 Amen Amen Yes we must believe that 我们必须要去相信 不要让其他发生的人数 来觉得我们的上帝 是渺小的 so that people in the world will know our God is a great God 好让他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能够看见神的伟大 然后问题就在于 要如何应用在教会里呢 要如何应用在教会里呢 如果我们委身来查经 来委身来跟信徒们团契 如果每日都与神来 祷告来沟通 如果我们来活出 新的这个生活方式呢 要如何应用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在教会里面呢 教会不是一个建筑 教会是你和我 我们就是教会 Amen 所以要如何应用 就是你和我 我们身为教会的我们呢 我们一起来看 帝摩太后书第四章 第二节到第六节 帝摩太后书第四章 第二节到第六节 可以吗 我们一起来读 二三 不要传道 无论时机是否适合 都要常做准备 要以多方的忍耐 和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Amen 所以这边讲到 物要传道 每个时刻都要分享 神的话语 不只是这样 我们的生命 要活出神的话语 Amen 他说准备 如果时间是准备 或是否 人们看着你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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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看着你生命 人们看着你信心 你相信在神 你的神 你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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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教训的 所以这里要说到 无论时机 是否是 就是那些人 在看着我们的生命 不管是我们的言行举止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所活出来的态度 是否有彰显呢 Hello Yeah When you and I see our brother and our sister done something not too right Do you have the guts as a God as a guts as a Christian to tell 诶 姐妹 不应该这样做的 不应该这样讲的 哦 我们说 我们跟牧师说 牧师跟他讲了 为什么我们不跟他讲 哎呀 不好啊 我们是朋友 讲了相 什么呀 相感情 感情 Hello Maturity 成熟 Maturity 成熟 第三诀 一起来读 二三 因为时候快要到了 人必容不下 纯正的道理 反而耳朵发扬 Amen 对不对啊 有的时候我们在 教会 我们在外面的人 我们喜欢听啊 好好的消息 关于神的话语 我们不要听 什么的话语啊 悔改的 罪恶的 邪恶的 不要讲 要讲 义址的 祝福的 保护的 供应的 神旁的 不要讲 是不是啊 有的时候我们 做个基督 就是这样 要讲通通的 完全的 话语的 做到我们的心 很高兴的 硬一点的话语 我们不要听的 有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听那种 正确的 教义 我们也容不下 那种纯正 要来 纠正我们的道理 所以讲 纯正的 这个完全的 真理 是所有的 这个 侯福圣经里面的 真理 所以不只是 一些部分 所以有时候 这个 信心的 运动 就是 讲到一些的 问题存在 不能够说到 疾病 不能够说到 悔改 不能够 讲到罪恶 不能够承认 你有问题 不能够承认 你有疾病 随着自己的 私欲 增添许多 教师 而且 转离 不听真理 反倒 趋向 无息之谈 他们耳朵要听 通通啊 好像你 今天耳朵很狠 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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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很爽啊 说的东西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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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一点的呢 哎呀 怎么牧师 讲我呢 是不是 我把我捅 捅公司 硬的东西 给我讲 他们骂我 没有问题的 我的皮 比较 厚一点 真的 真的 你问他们 弟兄姐妹 成熟 的基督徒 的态度什么 如果那个是神的话语 我要接受 我要听 对不对啊 如果那个是神的话语的教导 我要听 我要接受 我要顺从 成熟的人是这样的嘛 然后 一起来读第四节 已经读了 第五节 你却要 凡事谨慎 忍受磨难 做传福音者的工作 完成你的职务 Amen The Bible says what We must keep a clear mind Because you know why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是充满邪恶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This world is full of problems 这个世界充满着问题 It does not mean that because we become a Christian everything is gone 并不代表我们成为基督徒 这一些东西都一消失不见了 We still fall sick 我们还是依然会生病 Some Christians still die young 有一些基督徒很年轻 就去世了 As Christians We still have rebellious children 有基督徒 我们有时候 还会有叛逆的孩子 We still have a husband They are not faithful Wives they are not faithful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 丈夫是不忠心的 We still have relationship problems 我们还是会有 关系上的问题 We still get angry 我们还是依然会生气 会不会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 充满邪恶的世界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是人吗 对不对 不是说你和我接受主 我们叫了什么 求人 超人 超人 飞机变飞那边 飞机变飞那边 没有问题的 Superman也有问题嘛 那个青是那个什么 Cryptonite 但这是完完全全的 能力都没有了 对不对啊 Superman也有问题的嘛 上帝说什么 We have a keep our mind clear a mature Christian 成熟的基督徒 他们都是说 我有病 但是我可以依靠我的上帝 有很多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 我不明白 但是我知道 我的上帝知道 我上帝明白 很多事情 我能够自己播出 做不到 但是我依靠上帝的能力 我能够做得到 Amen Amen Yeah 弟兄姐妹 我们的思想要很什么 very clear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 要凡事谨慎 就是要忍受磨难 同时要做传福音者的工作 完成你的职务 如果你进到办公室工作 你的同事问你 你是否不舒服 你讲 是我生病 但是我相信 我的上帝能够医治我 你的经济 财务状况 出现问题 但是我相信 我的上帝 必定能够照顾我 我们不要向世界的人 抱怨 然后去埋怨 好让世界的人 看向我们的时候 他会看见我们跟世人 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做传福音者的工作 完成你的职务 Amen Amen Serve God 要侍奉神 Don't choose people to serve with in the church when you're allocated responses Serve with whoever is available 就是不要去选择 不管是选择 挑选你要侍奉的对象 不管是谁 你可以的话 就是要去侍奉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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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团队 请准备 让我以这个来结束 属灵成熟的人 其实是 自己的影响教会 因为我们不能够缺少 这四方面 第一 彼此鼓励 就是不要彼此鼓励 继续地成长 继续地来服侍神 还有去鼓励你的领导神 第二 也不要忘记你的责任 要彼此的来代祷 就是在祷告中 来纪念彼此 彼此探访 来到彼此代祷 特别是为那种 生病的人来祷告 第三 彼此的来帮助 好让在灵性上 属灵上 有突破 有成长 当我们去学习 更加地去 更深入地去理解神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 认识上帝多过别人 我们要鼓励别人 学习多一点 关于耶稣基督 不是看地他们 他说 怎么样 我可以鼓励 怎么样 我可以帮助 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明白 承受多一点 彼此的帮助 在灵性上成长 最后 就完成我们身为神 国度见证人的使命 在这个世上 让我们来成为 耶稣的见证人 耶稣要再回来了 他真的快要回来了 我们的家人 是否得救了呢 我们的朋友同事 是否得救了呢 我们的左灵右舍 是否得救了呢 如果还没有 是你和我的责任 最后呢 一个问题来 结束 成熟的基督徒 对教会 是否重要呢 你们认为呢 如果这个月 你对神来说 我要为神的去成长 我要为神的成熟 神会敞开更大的 为祂做更大的事 超乎你所求所想的 有时我看见一些的人 他们常常 口里都会带着说 神跟我说 神跟我说 这个说那个 可是我却在他们的身上 找不到任何 神在他们生命当中 工作的神迹 因为祂的生命 没有进展 没有成长 没有成熟 如果神真的是 对你说话 然后人必须要看见 然后你的生命 必须要成长和成熟 弟兄姐妹 可以吗 11月 我们学习关于什么 要成熟 要成熟 一张起来可以吗 弟兄姐妹 要成熟 需要吗 教会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个教会 需要吗 成熟 需要吗 如果需要 我们要做什么 要求上帝 帮助我们成熟 可以吗 弟兄姐妹 要求上帝 圣灵帮助我们成熟 一步 一步 带领我们唱首歌的 可以吗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